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直接跟台湾通航了 对于这些城市的了解就越来越显得重要 所以大陆巡旗从本周起将为您陆续推出直航城市的系列报道 希望这样的安排对观众有所帮助 说起两岸直航得从金门跟厦门之间的小三通开始谈起了 然而厦门这个城市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色 今日厦门让人刮目相看 请看我们的报道 2001年元旦 两岸的小三通终于开启了金门跟厦门之间的通航 让两岸之间的交流跨出了关键的一步 于是厦门这个中国的门户再度成为两岸的焦点 厦门市背靠漳州 泉州平原 面对金门诸岛所以金门厦门之间的通航呢 又常被称之为金夏拳小三通 由于从2008年6月19日起 台湾民众都可以比照金马鹏住民跟台商自由往返两岸 虽然之后两岸紧接着展开大三通 但国人仍然愿意选择船班密集 价格比较经济的小三通来往返两岸 就连大陆旅游团前来台湾旅游呢 也有不少是选择走小三通这条路线的 所以在2009年的上半年 小三通呢已经突破65万人次 比去年成长了四成七 厦门市作为一个旅游城市 它的整体风格是城在海上 海在城中 全市是由厦门岛 胡浪宇跟内陆九龙江 北岸沿海部分地区组成的 厦门原属于古铜安县 早在明代就被视为是中国沿海的重要军事跟交通要塞 1394年在厦门岛曾经修筑厦门城 驻兵防守 16世纪下半夜起厦门不仅成为福建华侨最重要的进出港口 还逐渐代替泉州的次同港跟漳州的粤港 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 17世纪中叶正成功以厦门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 并积极发展海上对外贸易 到了19世纪 中英鸦片战争之后 厦门被辟为无口通商口岸之一 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呢 虽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但对厦门而言呢 却是进一步朝国际化发展的机会 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 厦门岛及周边诸岛 从同安县分出 另设斯明县 1935年 国民政府又将斯明县改为厦门市 成为福建省设立的第一个市 这比省会福州建市还要早了11年 中共政权主导之后 厦门市行政区逐步的扩大 最后同安县被并入厦门市 日新月异 高楼伶俐的厦门市 其实也有相当多彩的风光 有岛屿 礁石 山岩 寺庙 花木 相互的辉映 桥乡风情 闽南习俗 滨海美食 跟一国建筑融为一体 而其中呢 又以古浪雨最具代表性 古浪雨位在厦门的西南面 面积只有1.91平方公里 岛上居民约2万人 公元1646年 清军进攻福建 郑成功的父亲郑之龙 暗中投降清军 郑成功劝说不成 便率一部分将士出走 以金门厦门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 他在厦门设立不少练兵的场所 其中就包括古浪雨 日光盐的水操台 不过古浪雨真正的美呢 还是在于他的建筑之美 有万国建筑博览的雅浩 公元1902年 腐败的清朝政府 跟日本 英国 法国 美国 德国等十国领事 签订厦门古浪雨公共租界章程 古浪雨呢 就此沦为西方列强的公共租界 甚至成为多国共同管理的国中之国 各国传教士 领事 商人 争相买地建房 之后呢 更出现华侨投资古浪雨的热潮 来自各国各式各样的建筑 相继在岛上出现了 而根据统计 到1937年为止呢 古浪雨建有586床各式各样的别墅 这些别墅或是规模宏大 或是小巧玲珑 绝大多数由华侨所新建 这其中呢 以俗庄这个庄园建筑 最具代表性 俗庄建在1913年 是利用海边的坡地 力求体现自然山巒的形态跟神韵 所打造的园林 园林主人林尔家 是台湾板桥林家的后代 除了建筑特色之外 近年来厦门呢 也极力推展所谓的正成功文化 350年前 正成功的古浪雨水操台 就设在日光岩的水梅旁边 囤冰的所在地呢 就称为龙头山寨 因为日光岩又称为龙头山 而正成功打败荷兰 收复台湾的攻击 近年来呢 成为厦门人津津乐道的事 但古浪雨最引人入胜的 还是在于钢琴 古浪雨的钢琴 曾经有500架之多 它的密度居中国之冠 而岛上的第一架钢琴 正是梳庄主人林尔家索友 公元2000年的1月8日 吕奥的华人胡有益先生 更将他一生所收藏的 30架琴给捐了出来 开辟为钢琴博物馆 这部钢琴很特别 对 这台键盘乐器的话 它出现在钢琴之前 我们现在一般的话 很少看到这种键盘乐器了 那它的发音原理跟钢琴 又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它的声音 我们现在的钢琴呢 是通过琴锤击打琴弦发音的 而它这种键盘乐器的话 是波弦发音的 我们再听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上面的那个管呢 很漂亮 但是它只是一个装饰 而它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放在家里面 显得更加气派 那这台琴最主要的地方呢 就正中央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纸袋 在一百多年前的时候呢 当时的娱乐比较单调 而那些贵族的话呢 自己想听又不会弹 所以当时专门有人发明了 这种自动的风琴 而我们看到 正中央那个纸袋的作用 就好像现在的唱片一样 当时呢 有专门的工匠在制作 你只要把那个纸袋 放到这个风琴里头 在使用的时候 非常的方便 你手不用弹 你只要往那个地方移坐 用脚踩这个踏板 它会照着这个 事先输入的这个曲子 自动远奏 非常的方便 这些钢琴都是收藏 自世界各国的古钢琴 钢琴是什么年代的 这台苏维灯 这台琴呢 制造于十九世纪中期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盏油灯的话呢 是在当时受到 照明设备的限制 因为当时没有电灯 所以需要用这个油灯呢 去造那个琴谱 而当时钢琴的制作 受到当时工业上的限制 因为当时还没有 发明数量 所以以前钢琴的琴剑的 这个白剑呢 都是用象牙去制造的 那黑剑的话 是一种产于非洲的乌木 也是非常的名贵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 这些古钢琴仍然完好无缺 然而古浪与之 所以有钢琴之导的美誉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这片土地 曾经诞生一大批的钢琴家 跟音乐家 在中国音乐史上 谱出无数美妙动人的音乐 2009年的5月 首届海峡论坛在厦门盛大举行 其中包括传统武术的交流 海峡两岸双方以武术矫劲 你来我往 堪称武术界难得的盛事 下来节目有精彩报道 2009年的5月初 厦门举办盛况空前的海峡论坛活动 台湾方面有8000多人前往参加 交流内容多达18个项目 传统武术的交流大赛 正是其中之一 大陆巡奇的外警队呢 特别随着台湾的武术团队 前往记录 比赛过程究竟如何呢 两人之间的传统武术 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现在请看我们在当地的报道 2009年的厦门特别风光 因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人数最多 以及范围最广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 在这个城市全面展开 交流的议题呢 多达18项 传统武术也是其中之一 地点设在厦门大学的体育馆里 现在向大家介绍 参加交流大赛的海峡电话选手 首先是来自台湾武艺文化研究协会代表会的 咱们有中华武道研究发展协会 中国文化大赛事业国树系 中关城市太极城协会 我们将坚决服从大会主委会的各项推荐制度 尊神进入尊重裁判 尊敬对手 顽强拼搏 断力进取 立章取得优异的成绩 推动中国武术事业的向前发展 宣誓完毕 宣誓人杨广播 宣誓人杨广播剧 开幕仪式很有效率地进行完之后 便由厦门大学武术队的表演节目登场了 厦门大学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家庚先生 在1921年所创办 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 由华侨所创办的大学 台湾的这些源自大陆的武术 经过的全路的变化之后 可以说飘洋过海孤星游 在台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 台湾的全路全法更加的丰富 形成了更丰富的武术的内容 那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把台湾的这些武术 来自于中国大陆 我们带回到中国大陆 跟各个省份从福建开始 来做一个平台做个交流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们无论是从民族的共同性 或从文化的血缘 或从武术的交流 或从全民的休闲运动角度来讲的话 都是两岸非常好的事情 任何竞赛活动都少不了拉拉队 但大家更期待的是能欣赏到真功夫 好 这些都是负责评分的裁判 评分的方式类似于体操 溜冰 或是跳水比赛等评分模式 参赛的选手出场 练一趟套路之后 随即由裁判来进行评分 而这套评分制度呢 是在2006年 有中国武术协会研究制定的 在过去传统武术一直很难以被列为是体育比赛的项目 因为中国武术单单拳法就有300多种 每一派的拳法各有千秋 很难平定出它的标准 经历长久的研究斟酌 好不容易才决定采用目前这种方式 来大家打赏 杨凯文 好 首先进行的是器械队列 之所以称之为对链是因为双方完全是套招的 一般而言主要的器械还是脱不了刀剑枪棍 但这次武术比赛强调它是传统武术 所以也出现不少像是锄头镰刀板凳之类的怪兵器 这次从台湾来参赛的选手大约是200多人 他们多是循着金夏拳小三通的路线 先从台湾搭飞机到金门 再由金门城团到厦门 大老远的跑来参加 当然不甘心只比赛一个项目 所以绝大多数的参赛者会报名两项以上 通常是一套拳配上一套器械 论起两岸的真功夫 台湾舞者的功夫呢 未必积得上大陆 但因为历史的种种姻缘 台湾不但汇聚来自大陆各地的权种 而且由于思想较为开放自由 交流和学习都较为灵活 所以展现出来的丰富性呢 倒非大陆所能小看的 有些在大陆地区已经失传的权种 甚至在台湾还能长得到 再加上历经上百年的演进 台湾的武术其实呢 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主体性 由于大陆地区的武术发展 人才技技 但发展较为智势 而且呢 较偏向表演武术跟竞技武术 虽然让观众看得眼花缭乱 但也叫传统武术界可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真正的功夫应当强调 基本功的扎实 而不是练些重看不中用的花招 所以呢 在这次比赛的评分当中 并不看好偏重表演武术的武种 这也是双方不断交流的一种进步 现在观众朋友呢 您不妨试着当裁判来评评看 究竟是方才的刀法比较高 还是现在的比较高 答案是现在的比较高 各位现在所看到的是来自台南地区的老拳师 打的是在当地传承上百年的太祖拳 这一组打的是一种地方拳种 叫做鸟鸡拳 顾名思义呢 是从鸟的动作演变出来的拳法 这种拳法在福州这代相当盛行的 这位小兄弟打的拳更绝了 叫狗拳 这是福州的地方拳种 是从狗的动作加入地趟拳的技巧 所发展出来的 从武术文化的角度来看呢 算是具有相当特色的 当然几乎占掉武术界半壁江山的太极拳 是比赛的重要项目 其实练武除了基本的强身之外 最重要的是为了防身或对抗 所以武术界呢一直在苦思 如何以对抗的方式来进行传统武术的比赛 一方面可以更客观地判定功夫的高下 另一方面观众呢 也会更有兴趣来观赏 甚至参与 但终究因为风险性太高了 而不敢冒险尝试 毕竟千百年来 武术界始终是山头灵力 谁都不服谁 所以谁都不能保证以对抗方式进行比赛 到底会不会出事 只怕这种怨越结越深 所以与其闹得风风雨雨 后患无穷 不如来个皆大欢喜 在开平所有的碉楼中保存最好 条件最好 呼声最高的力源 他偏偏跟世界文化遗产失之交臂 什么原因呢 下段节目有所说明 开平的力源 由岭南第一西洋园之称 在开平这一带的碉楼群中 无论从建筑的本身 或者是主人的内涵来看 力源都堪称是翘楚 原来该十拿九稳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当中的 但是却因为前些年他的外观重新粉刷了 这抵触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精神 就硬生生地被排除在外 而所有去过力源的人都为这样的结果叫屈 接下来我们针对力源做深度的介绍 让观众朋友一起来评评理 作为私人园林 力源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气派 开往一条直通开平潭江的私家运河 这带活力源的整体格调 力源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是旅美的华侨谢维利所建 走入园中首先看到的是七座居庐和碉楼 其中叛力叛文更是气派 力源是一处很美的私家园林 因园主的生活情趣和文化背景 使它充满异国情趣 但仍然有相当浓厚的中国风水观 这栋建筑花了一年时间来开挖私家运河 以接来财运 还特地在德国定制两根打虎神边 立在后花园当中 以镇住力源面对的虎山 力源所以洋溢着异国情调 主要原因呢 还是来自谢维利的父亲谢盛叛 这位全盘戏画的老人 是立元的出资者和主要的规划者 他的本意呢 是完全仿照美国的建筑形制 但偏偏谢维利酷爱中国文化 这样在外军命有所不从 谢维利呢 在具体实践的过程当中 他摻了一点水 把立元建成一座扬为中用的私家园林 其实当初主人呢 因为跟着他的父辈 去到国外 去到美国之后呢 就吸收了很多西洋的一些文化 西方文化 然后回来建这个庄园 那么这个庄园里面呢 它更加的更多突出的 就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元素在里面 那么我们进的这栋楼 从外观我们刚刚看到 主要是有很多中西方的一个结合 那么在里面的很多细节也可以体现出 那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 首先从这几个最显而易见的 这几个宫灯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这种调的那是中国没有电的嘛 在国内的时候没有电 那么只有没有灯 那没有灯它就变成三种 那么中间就是一个 最西洋化的一个没有灯 然后两边呢 它是用中国宫廷那种宫灯的形式 这是一个中西合璧 最重要的一个呢 最显著的一个就是 这边墙上这个壁画 那个时候在中国都只是说 三固茅庐嘛 三寝诸葛亮嘛 但是它这幅呢 就用用了西方那时候 就开始有聘用字了嘛 它所以它就叫做三聘诸葛 它是用回三聘诸葛 谢维利1893年生于开平 六岁离家到美国念书 大学毕业之后呢 从商 1926年 他仅尊负命回乡来修建立园 历时十年 盼利楼除了三聘诸葛 堪称一宝之外 为在二楼客厅的潮州图经木雕 六国大风象 是精湛的雕工 被视为是盼利楼的另外一项珍宝 谢维利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 也由这两件镇楼之宝 还有墙上一些画作 充分显示出来了 当然并没有过分违背老父亲的原意 毕竟钱是老人家出的 而谈到丽园的房屋建材也堪称一绝 许多都是从欧美不同国家进口的 就连小小的窗户呢 也透露出在其他名园 所无法见到的奢华 这种小窗户呢 有四层 第一层玻璃窗 是用来采光的防风雨的 第二层是铁柱栏 用来防盗的 第三层是纱窗 用来防蚊营的 第四层呢 是钢板用来防子弹的 当年呢 就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呢 他们全家就全部去到美国 去到国外了 家里面已经是没有人的了 整个庄园都没有人 那么呢 在四五年抗战胜利 四四年抗战胜利前 日本军南下撤退的时候呢 就来到这边 来到这边的时候 刚好就应该是四四年的六月份 那时候有一个小支队 日军的一个小支队 这些铁门铁窗 根本没办法进得去 当时用那小钢炮啊 什么都打过来 都无急于事 但是呢 他们当初逃走的时候呢 就给 有一个小的疏忽 就把这个窗户呢 外面这种窗户 它没关 日军呢 当时就什么呢 他又进楼的那种 心情呢 很急切 最后呢 看到这个窗户没关进 就把这个打开了之后呢 然后就用了一支枪 一支步枪 把这个钢筋砸弯了 然后那枪也砸毁掉了 砸弯了之后 就砸成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就爬进去 把门打开 把里面一些 之前的一些宝贝 什么都拿走了 盘利楼的第三建珍宝 是三楼顶的纪组神刊 青天白日的图案 反映大时代的历史背景 神刊上的照片 则透露着谢维利 跟他四位太太 儿女情长的动人故事 有的多才多艺 红颜薄命 有的则因日军清华 流离失散 最后被迫改嫁 在神刊两旁呢 有谢维利亲笔的提帘 宗公伟大新民族 祖德风龙护国家 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操 对照他个人的感情世界 更叫人感慨 这个房间是他的大太太 司徒顺帝的 他是一位美籍华人 因为最宠爱的小儿子 不幸夭折了 而精神异常 后来开平才女谭玉英 才有缘成为谢维利的二太太 在开平这里的一个习俗就是这样 如果楼层有几层楼的话 它这边因为那个时候 都有几房太太的这种取法 然后呢它是这样分配的 在单宿的那个单宿的楼层里面呢 就住的是双宿的夫人 双宿的楼层呢 它就住的是单宿的夫人 那么就我们现在是二楼 二楼呢就肯定是住的是一和三 两个太太 两房太太 那么这个房间是属于大太太的 因为可以从那个保险柜 我们可以看出来 掌管财物的 然后大夫人的房间里面 那种设施也是很先进的 那个时候就已经用上了 这个弹簧床 哦 这是弹簧床 对 你看那弹簧床 里面有弹簧出来的 很先进的 所以这个从那时候一直流到现在 对 从那时候一直流到现在 但造化弄人 谢维利钟爱的二太太 却因难产而死 她的丫鬟余瑶琼 全心抚平谢维利的伤痛 后来破格成为三太太 她几个夫人呢 几房太太不是同一时期娶的 对 她都是住 分开分 有先后的 这个呢就是三夫人的房间 三夫人呢 她是当初她是二夫人的一个丫鬟 但是二夫人过世之后呢 因为主人就比较伤心啊什么的 很情绪很低落 然后她就整天思念她的二夫人 那么她的那个丫鬟呢 就整天模仿 那个她二夫人的那种 那种情境啊 弹乐情啊 轻轻说话啊 她就感觉 结果后来就把主人感动了 一感动了 她打动了之后 就可能在她身上找到一点影子吧 然后就把那个 她的丫鬟呢 然后也就列为了三房 这个真是厨房吗 这个是厨房 对 这厨房呢 其实 怎么说 在整个开平的 那个年代的建筑里面 包括从碉楼 还是从这种民居里面 都可以看出 它每一层楼啊 都有厨房来的 那为什么她这样建呢 因为那时候建碉楼 它有个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那时候有洪涝灾害嘛 有洪水 发洪水的时候 那么淹了一楼 它二楼照样可以生活做饭 有厨房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厨房多的话 就表示它淹火也多 淹火多那就人定忘了 所以都是每一层楼 都有厨房的 有一些人可以认为 她说每一层都有厨房 是不是几个太太 自己分开的这样 其实不是这个 它是为了自己方便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 就构成了这种建筑 尽管拥有这么多 世人所艳羡的财富 也特别经营了风水的优势 却仍然敌不过一个命子 当年二太太过世之后呢 与爱琪阴阳相隔的谢维利 在后院西南角 建了一座玉培别墅 里头收藏许多二夫人的纪念物 在丽园的大花园中 还有两个洋味十足的建筑 一个是鸟巢 它采用意大利式建筑风格 四脚带穹顶的尖塔 和中间带穹顶的德国城堡式的 圆顶亭指向蓝天 非常的别致 而另外一个是花藤亭 它是造型最奇特的建筑 这是谢维利跟二夫人 谭玉英结婚之后 特意为她兴建的 至于我们一直没有提到的 四夫人姓关 叫关英华 则是三太太建议谢维利娶的 只不过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 谢维利跟三夫人 她们到了美国 而四夫人带着一家老小出逃走散了 后来被生活所迫改架 所以在利园当中 没有四夫人的任何物品 乐天楼是利园里头 年龄最老的建筑 也是利园的制高点 墙体厚达三十公分 是一座道道地地的防匪雕楼 1999年三夫人 作为谢维利的唯一遗孀 她决定将利园交给 开平市政府托管 为开平碉楼的身仪打先锋 可惜到了最后 竟然因为刮掉了 整个利园的绿胎 休其一心 而竟被排除在市仪的名录之外 这为开平碉楼的遗憾 再添一桩 以河西文明的古老水箱 饮食文化相当有特色 水产养殖的方式也十分独特 还有连苏东坡都流连不已的风光 请看下段节目的精彩报道 同样名列江门无意中的赫山 位在开平的北方 其中紧邻西江的古劳镇 至今仍然保有极为典型的 珠三角水香风光 据说苏东坡被扁往海南穷州 入境此地的时候曾经深深被这儿的美景所吸引的 而现今的古老水箱是什么样的风光 请看我们的报道了 在江门无意中的赫山 是有水有甜的鱼米之乡 这里用最天然的方式 饲养出许多品质品种极佳的鱼产 更有广东的威尼斯之称 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古老水箱 它的鱼塘跟耕地一共是一万四千三百多亩 由于水路纵横交错 村民外出呢都喜欢用小船来代步 每一户都是一个船到两个船 都一个船到两个 它养了鱼 那个鱼就要用这个船运输出去卖 运输出去卖 像这个每户也都有养鱼 两鱼 这是每户人家都一个 这个小河也有很多鱼的 也有人承包的 这个鱼 我们现在大概有多少户 这里啊 这里一条村几百人 这里有四条村 四条村 有的村大一点就能多一点 所以这边你说每户都 平均每一条村都有几百人以上 每户都有自己的船的 嗯 你这么说你干的工业吗 是啊 那这里头都养的是什么 有的是桂鱼 桂花鱼 桂花鱼 草鱼 还有那个鲜鱼 鲜鱼是白鲜的 白鲜 都养这些鱼 每一条村都有一条桥进去的 每一条村都有一条桥进去的 过去石桥石水箱重要的通路 结四个村子 整个水箱都连接起来的 有连接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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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些桥呢 多有一百多年以上的历史 现在这个水有多深呢 古老水箱是由西江冲击而成的 从明代开始 人们先后在西江边上 大规模的修竹蹄围 来防范洪水 在蹄内冲鸡胎的地方呢 他们就开挖出一口口的鱼塘 鱼塘之间形成一个个的小土墩 鱼塘以养育为主 一直延续到今天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叫横浪海 是西江河水流入古老水箱的第一重 水枝清澈 所以水生植物相当丰富 这是古老水箱最大的自然湖泊 被誉为是古老水箱的母亲湖 他们采取保护措施 放养和自然生长的鱼类 就超过三十种 穿梭在重重的围网鱼温当中 正像是进入迷宫 一不小心呢 就会有麻烦的 哇 还真好 汉浸 这样子动得了吗 经西江冲击的土地十分肥沃 所以在历史上古老水箱呢 也是个无地不桑 无人不残的桑残基地 桑残业的发达带动了丝绸 运输 应染等行业的发展 维敦人呢 从商人数日渐增加 清末名初逐步向广州 香港 甚至东南亚扩展 所以现在古老的乡亲 大多是在港澳东南亚等地定居 用实际概念叫做经济移民 这跟其他地方的卖猪仔 也就是到美加等地的苦力移民 是大不相同的 到了今天 古老人呢 更进一步利用鱼米之乡的特色 来发展观光事业了 水箱里的鲜鱼 当然就是一大卖点 这鱼呢 是在恒浪海里养大的 然后在一道商家的池子里头继续地养 想吃就捞吧 多重 这条多重 五斤 五斤 跟台湾的活鱼三吃一样 料理方式很多的 让你嚼鱼大概养多久才这么大 这个 这个如果鱼汤呢就半年了 半年才不大 因为我水鱼要四年 如果在外头要四年 在鱼汤上就可以了 那这个鱼可以做 一条鱼可以做什么样的菜 很多 一百个菜就可以了 一百个菜就可以了 那做鱼 那很大肉的鱼呢 那这里比较特别的做法是什么 同款鱼啊 啊 轻温啊 轻温啊 轻温就是不沾料那种 好的鱼呢 还可以拿来做鱼生 也就是生鱼片 我们这里的鱼吃起来 比较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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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腥味 没有腥味 没有腥味 没腥味 哦 古老水乡传统养殖的鱼类 脚味一般性的有鲜鱼 草鱼 鲜鱼 鱿鱼等四种 这是什么 这个鱼蛋嘛 我们这里叫鱼蛋 鱼蛋 要来孵小鱼的 孵小鱼 哦 现在有鱼蛋 起码四年才有 哦 要四年才有 所以这个 表示这个鱼有四年 嗯 这是老鱼 这是老鱼 至于经济价值比较高的鱼种 则以桂花鱼 鲈鱼 鱼 鳖鱼 较具代表性 其中这儿的桂花鱼呢 各大肥美 肉质细嫩 几乎没有刺 味道真的鲜美 他们料理鲜鱼 大约在蒸笼上蒸个五分钟 再淋上热油 这么一来呢 鱼肉的熟度不但恰到好处 而且口感特别有弹性 在这个时候 再配上快炒过后的辣椒 葱姜等等 进一步提味 最后淋上特制的酱汁 一道古老有名的圆盘鱼 大功告成了 通常老鱼还会再搭上一味 可谓较重的炖水鸭 这么一来呢 山珍海味都有了 在赵庆拍摄端燕的时候 有位端燕名家告诉大家 端燕的食材只能由男性来开采 而且开采时呢 得完全地坦诚裸露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下周我们将有深入的分析跟说明 此外在直航城市部分呢 我们将从厦门延伸到泉州了 将带领各位探索台湾传统武术的重要源头 节目欢迎观赏 我们下周再会 祝福你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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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